在男人心中有这么一个比喻 把女人比喻成一块地 但是如果男人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方 有些地他们也不会愿意去耕的 毕竟耕地也是很累的 那么哪些地是男人心中不愿意去耕 和去研究的地呢 小编替你总结了一下 第一种女人脾气大 也就是常说过度情绪化的女人 这种女人就是传说的那种爱哭爱闹 有时候还玩上吊的女人 这种女人很让男人头痛 所以这种女人的家庭和婚姻总是岌岌可危 因此请这一类的女人改改脾气 改改心态吧 第二种女人报复心强 同时还遭风引蝶的女人 这种需要不断借由男人来证明自己的女人 跟她在一起 你不觉得累吗 你不是真的那么挺绿 那么想戴绿帽吧 如果一个不小心惹到了一个抱不心强的女人 还不是时时刻刻担心自己非命啊 第三种女人 又蠢又笨的女人 有些男人是那种喜欢无知的女人 因为这样会觉得自己聪明 但是事实上 男人不是喜欢蠢笨的女人 而是喜欢大之若愚的女人 真正的笨蛋是没有人愿意喜欢的 毕竟太难相处 第四种女人 利用男人的女人加上败金物质的女人 对于这种女人 就是把男人当成钱包 男人就是她的工具 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另外还有女人特别败金 就是个无底洞 想想那些为这种女人搞到倾家荡产的前辈们的例子吧 除非你是个聚宝盆 否则还是算了吧 男人都不是傻子 你不要自以为很聪明 第五种 喜欢吃醋 动不动就促进大发的女人 这种女人经常出意大发 对于男人多看女人一眼 都要发脾气 而且经常监视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所以说这种女人 就是自己给自己套上了脚镣铐 第六种 这种女人是最不能碰的 一碰就倒霉 这种女人就是有不良嗜好 比如说赌博 吸毒你说哪个男人敢要这种女人呢 悠悠岁月 岁月无声无息 适水流年 幸福的快乐的 还有不开心的时光 伴随着平淡无奇的岁月 一路走过了 所以女人一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十岁啊乖 十五啊冲 二十啊甜 二十五啊美 三十啊妹 三十五啊装 四十啊强 四十五啊闲 五十啊润 五十五啊唇 六十啊瓷 五十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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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啊强